为了蒙混过关 昨天出山临时 他在裤腰带上加了件 从死匪身上脱下的衣服 把手枪和一些金银细软都藏在衣服里 靠大肚子障眼 逃出了石门山 这天早晨 香雪在菜园里摘完菜 正沿着河堤往回走 恰巧与王春花相遇 王春花看上去精疲力尽 面容憔悴 央求香雪说 大妹子 你行行好 给我弄晚饭吃好吗 我给你钱 我是逃难出来的 快饿死了 香雪生性善良 说 出门三分难 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 还说啥钱不钱的 我正准备回家做饭 走 上我家去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王春花走到寨门前 才知道这村是桃花寨 温华蒜就是死在寨门前 这棵大核桃树下 幸亏自己那天用方金捂着脸 要不然还得担心被人认出来 饭很快做好了 王春花看起来很饿 她的吃相使香雪心生怜悯 目光不由地积聚在她身上 这一看不打紧 香雪越看越觉得这女人似曾相识 突然 她心中一个机灵 全都想起来了 十多年前 王春花被活埋 香雪至今仍记忆犹新 等王春花吃饱放下碗时 香雪冷静地说 我见过你 你不是逃难出来的 你叫王春花 是吗 王春花一听 陡然成了惊弓之鸟 虽从腰间拔出手枪 顶在香雪头上 立声呵斥道 不许叫 叫我打死你 香雪却面无巨色 胆然道 自从那年 我被你的那帮土匪糟蹋后 我就下决心不想活了 寻死多少回我也记不清了 是我罪孽深重 阎王爷怕我继续危害阴间 不说我呀 你如果打死我 就真的成全我了 我还要谢谢你呢 我现在担心的是你 民兵们要是听见枪声 你还能跑得了 心惊胆寒的王春花 听她这么说 提在嗓子眼上的心 渐渐松弛下来 心存一律地 仔细打量了香雪好一阵 问道 你 你是谁 你怎么知道我 香雪说 那年在张家集 你被活埋时 我就在现场围观 当时你说过 下辈子要还是女人 我就做坏女人 是吧 想到杜家台一村人的性命 想到孩子他爹刘老八的死 想到土匪们糟蹋我的情景 我真想叫民兵来送你见阎王 可是 我又想到你胸前 挂着破鞋游街的那个凄惨样 想到你遭活埋 受酷刑 泪流满面的情景 我的心软了 谁让咱们都是女人啊 是我 我就是王春花 王春花突然扔了手里的枪 屈膝跪在香雪面前放声大哭起来 对不起 我错了 其实这些年 我的心没有过一刻的安宁 你要不想原谅我 就去叫他们来抓我吧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老天爷 为啥与我过不去 那时我是铁了心要做个好女人的 可我凭着良心做人换来的确实暗算 是尸身 是羞辱 是活埋 我想 既然这个世上做好女人这么难 那我就做个坏女人给人看看 在土匪堆里 我学会了打枪 杀人 劫财 绑票 虽然每天可以吃肉喝酒 可那酒肉不香 嘴里快活可心里苦啊 天天把脑袋绑在裤带上 且不说杀人害命良心不安 连同生个孩子自己都不敢养 只能送人 听王春花说出真心实话 香雪心里有些痛 毕竟自己也是母亲 共同的母性使她生出了同情心 想到王春花也曾放过桃花寨一马 并非坏了本质的那种 香雪说话明显转变了口气 问道 你也生过孩子 王春花说 大妹子了 我们所谓的天天过年 夜夜成亲 那都是小崽子们打肿脸充胖子 自己宽自己心 自己往脸上表光 我们天天东躲西桃 整天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连今天死明天活都不知道 怎么能带着小孩 没办法 等孩子生出来要么捏死 要么送人 这些年我共生过五个 捏死了两个 香雪问 孩子都送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吗 王春花说 只知道一个 那年我生了个儿子 跟划算他们都不在我身边 三天后 我在夜里摸黑把他送到丁家铺 偷偷地放在街边一户人家门前 后来 我打听到 他被丁家铺的丁高生收养 起名叫丁贵霜 还有一个女孩有特别印记 她的右手大拇指分了叉 是个六指 我让一个小肥仔抱出去扔了 不知扔在哪里 也不知是死是活 听王春花这么一说 香雪突然想起来了 那个六指女孩我见过 在哪里 她如今在哪里 王春花无比急切 香雪说 还是在度假台的时候 那天我家门前来了个讨饭的老婆婆 她抱着个六指女孩 我给她饭吃 还给了那女孩一件就棉袍 后来为这事 我还受了地主婆的惩罚 那他们后来去了哪里 不知道 我苦命的女儿和我一样 怎么就是个讨饭的命啊 王春花在无望中叹息一声又哭了 香雪说 找不到的就别想了 还是说一说知道的吧 丁家铺的那个现在多大了 你后来见过她吗 王春花说 现在应该有十多岁了 我送人后心里割舍不下 每当想她想的要命时 就偷偷过去看她一眼 上个月 我还化妆成走亲戚的农妇 偷偷到过丁家铺 看见她 我是多么想听她叫生娘呀 谁知道她看都不想看我一眼 大妹子 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苦 那是我的亲骨肉 我多么想听她叫生娘呀 报应 老天的报应啊 香雪想 自己已经算是最可怜的人了 没有想到大家公认的坏女人 王春花 也竟然有这么多苦难 甚至比自己更可怜 直到这时 香雪才真正彻底的原谅了王春花 打算放她一马 香雪心想 她就是罪该万死 也不该有我香雪送她上路 老天爷要是饶恕了她 相信她能重新做人 第二天 天还未亮 香雪悄悄地送王春花出寨门 来到河堤上 分别时 两个苦命的女人都泪流满面 在香雪低头擦眼泪时 王春花从身上摸出了一把 十分精美的翡翠玉长命锁 对香雪说 这是我们打劫一个负伤时得到的宝贝 我儿子出生时 我亲手将她带在她胸前 当时她那小手紧抓住这把锁不肯松手 好像天生就是她的一样 她被送到丁家铺没多久 我想她想得要发疯 没想到 温华算又派人到丁家铺将这长命锁偷了回来 我一见到锁 就似乎看到儿子将她抓在小手里 不肯松手的情景 从此 每当我想她了就拿出长命锁 她那可爱的小模样就会立刻出现在我眼前 香雪说 那你就好好收着吧 想她了再看看 王春花说 不需要了 现在我是有今天不知道有没有明天的人 这长命锁还拜托你转交给丁家铺的丁桂霜 这样我就是死也甘心了 说到这里 她竟突然给香雪跪下了 求她说 大妹子 我也许今天就要去见严王爷了 在我人生最后的一天 还能与你聚在一起掏掏心窝子 这也算是我俩今世有缘 你就可怜可怜我吧 然后你一定要到丁家铺找到丁桂霜 一定要将这长命锁亲手交给她 我在你屋里的床地下 留有二十块大羊和三根金条 大羊是愁谢你的 金条就给丁桂霜吧 一定要让她知道 这是她不光彩的亲娘的一点心意 当年冬季 有人在莲花塘单塘泥 从塘泥里挖出了一只手枪 洗净后发现枪柄上 刻有王春花三个字 说明这手枪是王春花的 人们猜测 王春花逃跑后一定来过桃花寨 她来桃花寨干什么 大家通过分析一致认为 最大的可能 她是来找许四报仇的 因为那晚 许四曾不停地对王春花喊话 我是桃花寨的许四 她恨许四理所当然 人们提醒许四 一定要小心 她是穷途陌路的土匪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许四心里有底 一直不以为然 说现在天变了 不再是好人怕坏人的时代 她连枪都不要了 还能做多大的坏事 此后几年 桃花寨人跟着共产党 打倒了地主土豪 清除了土匪恶霸 桃花寨先成立互助组合作社 又到人民公社 许四一直是桃花寨人的主心骨 自然承担起了当家做主的重任 成立贫农协会时 许四又被大家推选为 桃花寨贫写主席 那时 她的腰间一边挂的是盒子枪 那枪把上还留有王春花三个字 另一边挂着农会那枚圆葫芦式的公章 再后来 又是三反五反四清运动 任务天天有 运动年年来 忙忙碌碌一转眼又是十多年 由于年龄和地位的双重关系 后生们已改口叫许四为许四爷了 这期间 香雪过着平平安安的日子 俯儿育女 后来 女儿柳平平出嫁了 儿子柳安安 在许四爷夫妇俩的撮合下 也娶了个媳妇 媳妇比柳安安大三岁 女大三 抱金砖 香雪很知足 媳妇进门后 香雪发现她的右手大拇指十分叉的 长着第六根手指 她陡然想起了 在度假台时那讨饭的一老一校 便问媳妇 你小时候是不是跟着一个老太太讨过饭 媳妇说 我命苦 没有爹娘 吃讨饭的老奶奶在路边捡到了我 把我养大的 您怎么知道我讨过饭 于是 香雪就讲起了那年在度假台 她给饭给就棉袍 被地主婆打一拐杖的事情 媳妇恍然大悟地说 原来那件棉袍是您给的 我穿了好几年 多亏您那件棉袍 要不然我早就被冻死了 香雪说 这说明我那一拐杖挨的值 我就记得是我的后人 谢谢娘 媳妇眼睛湿润了 香雪笑了 说 要谢娘 就早点给娘生个孙子吧 娘都这把年纪了 再晚就抱不动了 媳妇说 一定的 娘人好心好 老天爷有眼睛 也许就是他老人家派我来报答您的 第二年 媳妇果真生了个儿子 后来 香雪一直没有将王春花 是自己媳妇生母的秘密告诉任何人 再后来 香雪一天天变老 年过五旬 后生们就开始叫他八奶奶了 那年 王春花临走时对香雪的一番嘱托 香雪一直挂在心上 这些年 香雪为此事还专程去过丁家铺两次 第一次 丁桂霜家里人说他还在区里读中学 第二次 他家里人说 他已经参加了革命 在外面工作很忙 香雪没有气馁 心想 再等等吧 总有机会将长命所合金条 亲手交给丁桂霜 这一等又是几年 一天 有个四亲工作组进驻了桃花寨 组长是公社阁委会副主任 叫丁桂霜长得人高马大 国字脸 浓眉毛 大鼻子 桃花寨人都觉得他特别像取次 香雪听到丁桂霜这名字很耳熟 使他很自然地想起了王春花的托付 他暗自一打听 这个丁桂霜果然是丁家铺人 父亲叫丁高声 香雪赶紧从箱子底下找出那把长命锁 和三根金条 四亲工作组干部住在生产队的仓库大院 这里原是柳家祠堂 有前厅后厅 左右偏房 香雪拄着拐杖走进大院时 一见丁桂霜 他心里陡然产生了十分浓烈的亲切感 因为他非常像年轻时的取次 丁桂霜起初还算客气 先让香雪坐在靠墙的牌椅上 接着问道 老奶奶 您找我有什么事 香雪将手里的拐杖平放到牌椅上 说 有个很要紧的事 为这事 我还去过丁家铺两次 可都没有找到你 没想到 你来我们这里当了领导 正好 您到底有什么事 有什么阶级斗争新动向 您向我反映好了 说是成吗 丁桂霜明显有些急 见他不耐烦 香雪更紧张 语无伦次的说 有一个女人 她当过土匪 叫王春花 她托付我找你 这件事 什么 你找我是为女土匪的事 丁桂霜一听 勃然变色 眼睛瞪大了 声音陡然提高了 有客气变成了大吼 你老糊涂了吧 吃了豹子打了 不看你是年纪大的老太太 我现在就叫人抓你上批叛台 隔你的老命 不 我是说 那女人是你 你的 情急中 香雪更加说不好话了 胡说八道 这话题太敏感 太可怕 丁桂霜不由胆战心惊 吼道 她与我有何相干 想栽赃怎么着 越说越没谱了 再这样说 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你给我出去 虽然丁桂霜对香雪 没有一点好感 可香雪看见她 如同见到了亲人 或许是她向许四的缘故 不但没对她的不尊产生恨意 而且要将王春花的馈赠 交予她的决心更坚定了 这天 丁桂霜回公社 开四清工作年终总结大会 散会后 公社的石书记又特意交代丁桂霜 说 据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况 桃花寨很有可能 潜伏着一条大黑鱼 也可以说是一条美女蛇 这是华光大队 在批斗一个当过土匪的坏分子时 深挖出来的一个意外收获 据那个坏分子交代 他们那股土匪 曾杀过杜家台全村人 那天唯独地主多二财的小老婆 一个人没被杀 据说那女人姿色很不一般 与他们的土匪头子小贵还有一腿 那女人有没有帮土匪做坏事 做多少坏事 还需要调查清楚 据说后来那女人就落户于桃花寨 这说明她很有隐蔽手段 一直潜伏在你们身边 而你们还不知道 丁桂霜惊得说不出话了 石书记接着说道 你想想 为什么全村人都被杀害了 唯独留她一个不杀 这里边大有文章 这个地主小老婆与土匪油染 是不是她在与土匪理应外合 她是不是土匪安插的内应 还有 有人举报说 女匪手王春花逃脱后 曾秘密去过桃花寨 后来有人在唐泥里 捡到了王春花的手枪 这就是铁的事实 王春花去那里 是不是与她联络什么 我们正在追查那个 叫王春花的女匪手 等追出女匪手 真相自然就大白了 你回去先做一些 积极一点的工作 一些事纵然与她没有干系 但一个地主小老婆 也好不到哪里去 批一批斗一斗 改造一下也是十分有必要的 丁桂霜连连点头 表态说 一定一定 我回去立刻发动群众 号召革命人民 务必要提高警惕 擦亮眼镜 把暗藏多年的美女蛇 从桃花寨挖出来 要她永世不得翻身 第二天 在丁桂霜的亲自组织和指挥下 桃花寨开始停产闹革命 寨门前的核桃树下 搭起了一个临时批判台 主题是 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 深挖潜伏在桃花寨的阶级敌人 会场四周的树上、墙上、电线杆上 到处都是白纸标语和红纸条幅 把暗藏的阶级敌人深挖出来 大会一开始 丁桂霜先是慷慨激昂 发表了一番宣传鼓动性极强的开场白 紧接着又提高声调庄严宣布 现在自由发言 可丁桂霜的庄严宣告落幕后 会场上雀鸦雀无声 一个小时过去了 高大的批判台上依然冷冷清清 无一个革命群众响应丁桂霜的号召 丁桂霜终于憋不住了 勃然大怒 一排桌子从板凳上跳了起来 大声的僵尸书记的疑问 又重述了一遍 然后要大家交代出那条美女蛇 众人一听 恍然大悟 原来丁桂霜是有目标 有目的 有步骤的 只要是桃花寨人 都知道他指的是谁 那是一段不可提起的伤心往事 早已融化在全村人心头 成了一村人共同的奇耻大乳 丁桂霜的画像一只无情的利爪 一下子将人们心头那快已结痂的伤疤 又揭开了 在看会场上 请客间 各个面青眼蓝 人人悲愤填应 愤怒的叫骂 虽然在压抑中没敢放开嗓门 可还是极具挑衅 免不了从台下传到台上 尽是屁话 胡言乱语 那是你们丁家铺的人 你回丁家铺深挖去吧 桃花寨没有这样的人 丁桂霜恼羞成怒 不说话 冷冷地看着台下 他发现在愤怒的人群中 许四爷 王三爷 赵光辉 富贵爹 鲁文成五人 最初风头 骂得最凶 他咬着牙想 我枪打出头鸟 就从这几个头上开刀 叫你桃花寨人都认识一下 散会 丁桂霜怒吼一声 先将这不顺心的一夜翻过去 等着再敲锣打鼓令开张 下午 批判台上多了五张方桌 和屋顶高帽 丁桂霜拉着长长的脸来到会场 批判会一开始 他就站在台前高喊 把包庇阶级敌人 为坏分子喝采助威的五虎将 揪出革命队伍 带上台来 随着他的喊声 从会场外冲来一群红宝队员 他们是从外村调来的 都清一色身穿黄军装 胳膊上戴着红袖章 红宝队员一拥而上 毫不客气地把许四爷 王三爷 赵光辉 富贵爹 鲁文成一个个暗倒在地 反绑双臂 压到台上 强迫他们跪在 一字排开的方桌上 这叫架飞机 他们每个人胸前都顶着一个木杆 以便他们低头认罪 打到极限时 不至于朝前倾倒 这叫顶大炮 再将早已准备好的 高帽一人头上扣一顶 这叫戴高帽 一切就绪后 红宝队员怒目元征 开始在他们五人屁股上打板子 随着大板子沉闷的拍打声 五个人叫声一片 可却没有问出什么 红宝队员剑打没有任何效果 又来起了更损的 有红宝队员把瓷碗砸碎 在美人桌上放了两把 强行拾取四爷等人跪在碎瓷扎上 随即 五个人的苦叫声 几乎把全村人的心都撕碎了 就在这时 香雪突然哭喊着 摇摇晃晃地跑上台来 边跑边喊 别坑害他们 别整他们了 你说的那个女人是我 我是地主杜二采的小老婆 那年杜家台土匪没杀的 那个女人就是我 求求你们 要识狠 就抄我来吧 丁桂霜一见大喜 乘胜追击 审问香雪 有人举报说 女匪首王春花逃脱后 曾秘密来过桃花寨 他来这里是不是与你有联络 因为王春花的托付 香雪曾找过丁桂霜 这回不说实话不行了 他只能如实交代 王春花逃到这里 的确与我见过面 却是无意间碰到 不是搞什么联络 你明知道他是土匪 为什么不报告组织 为什么还隐瞒这么多年 丁桂霜穷追不放 香雪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接下来 香雪作为知情不报 通匪放匪的罪人 跪在了方桌上 向人民交代罪恶 低头认罪 接受批判和改造 在后来是游街 一排长长的队伍 香雪走在最前面 一手提着一面破锣 一手摇着个锣锤 走一步 打一下 喊一声 枪 我是暗藏的阶级敌人 枪 我是地主小老婆 枪 我通匪 私放女匪首 香雪想 此时辞尽 自己与当年王春花 去被活埋时的情景一样 不同的是 王春花那时是别人打罗 别人叫喊 而如今她是自己打罗 自己叫喊 香雪还能活吗 桃花债人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都暗暗为她捏着一把汗 因为大家都知道 香雪早就在一心寻死 自从那天之后 她为临时戴上了 五类分子的帽子 她属坏的那一类 本是有恩与儿媳的婆母 在高压的形势下 香雪突然变成了害人精 儿媳认为自己被无辜牵连 没有尊严 在人前无权张嘴说话 无法抬脸见人 很快 怨气塞满了她的心胸 她一反常态 对香雪说话做事 总是横挑鼻子竖瞪眼 整天恶言相向 儿子刘安安性格内向 整日沉默寡言 低头不语 可她心里什么都清楚 然而 在外她要面对一些人 奇怪的眼神 和事事非非的留言 在家她要面对流泪的老娘 和辱骂母亲的妻子 她能说什么 她能做什么 那种活彼此更难受 没过多少日子 刘安安终于用一扫光农药 使自己解脱了 紧跟着 儿媳迫不及待地改嫁 逃出了这个磨窝 一个不到五岁的孙子 天天拉着奶奶的衣襟 嗷嗷哭叫 不停地喊着要娘 接二连三的打击下 香雪绝望了 病倒在床 她不吃不喝 不吃药 也不让打针 不接受任何人的规劝 一副铁了心要死的样子 女儿柳萍萍听说后肝肠寸断 急忙跑回娘家 日夜守候在她的病榻前 人们束手无策 干看着香雪的病 一天天加重 好在香雪的神志 还十分清醒 说话虽然有气无力 但不颠三倒四 眼下 她全身的力量似乎都在手上 见人就死死抓着不放 一抓就是小半天 很想张嘴说话 可又不见发出声来 大家都认为这是她舍不得相亲 可许四爷却看出了奥妙 她把柳萍萍叫到门外说 你看出来没有 你娘是心里有话 不说死不瞑目 说又不好开口 她难以启齿啊 等夜深人静啊 你好好问问她 都要入土的人了 千万不要让她心里蓄着疙瘩呀 柳萍萍点了点头 她明白 其实一村人都知道 当年香雪落难时 是许四爷把她救到桃花寨来的 她本该成为许四奶奶的 可命运最终将她变成了柳八奶奶 她俩的心最通 人最近 夜深了 一晚明月高悬空中 柳萍萍静静静地守候在母亲身边 母女俩的手又紧紧地捏在了一起 柳萍萍见母亲几次欲言又止 想起了许四爷的交代 她擦把眼泪说 娘 都到这个时候了 您一定有什么话要向我们交代 现在就说出来吧 有话憋在心里您难受 我们更不安啊 香雪使劲张了张嘴 终于发出了声 叹着气 吃力地说 娘如今都快笨七十了 我原本就没有打算活到这个岁数 我活着受罪 早就该死了 我死后你记着 你们不要把我埋到你爹那里 我是不能进祖坟的人 就把我埋在门前的沙河滴上吧 我要天天看着水 她的嘴还在触动 发出的声音却越来越小 渐渐没有了 柳平平叫了两声不见回音 立刻嚎啕大哭起来 哭声惊动了四铃 不一会儿 人们都赶过来了 细心的曲四爷 发现香雪鼻子下 还有一丝气息 忙叫道 平平 你娘还没有彻底撒手 快叫医生来 村里的赤脚医生 立刻为香雪挂上了吊瓶 无意识中 香雪终于老老实实地接受治疗 打了三天吊针 香雪终于活过来了 此时的香雪 心中突然冒出了个全新的想法 我为什么非要现在死 他们不是想整死我吗 我偏要活下去 我要活着等到天理回还 倒要让那些人看看 我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 何况 王春花托付给我的事 还没有完成呢 1968年 桃花寨又刮起了一阵风 传来了上级的新指示 为运动中整错了的 四不清干部平渊 以便他们放下包袱 更积极地投身到革命工作中去 桃花寨没有什么大事 也没有大的四不清干部 五虎将中就许四爷是大队副书记 平反的中心工作 自然是为许四爷平反洗身了 香雪听说明天就要在张家级开平反会 为许四爷平反洗身 他无比激动 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希望 一直颓废的精神忽然好了许多 认为既然许四爷能平反 自己比他冤屈大 也该到问一问洗一洗的时候了 自从那次从鬼门关里活过来之后 他又窝窝囊囊地活了两年 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第二天 他起了个大早 一步一拐地紧走慢赶 到张家及时已是赏午 桃花寨人还在平反会上 隶属着许四爷的种种好人好事 谁也没有想到香雪这会儿拄着拐杖 一拐一拐地走进了公社阁委会办公室 他枯瘦如柴的身子弱不禁风 如露霜的头发凌乱不堪 颧骨高耸满脸皱纹 别嘴薄唇 这副憔悴的容貌 很难让人想象他昔日美丽的容颜 公社办公室一位姓黄的主任 见来了位老太太 盲亭下手里正在写的材料 问道 大娘 你有什么事 香雪喘着气 停了停说 我是桃花寨的人 想找你们这儿最当家的那个干部 求他为我澄清一件事 黄主任说 我们丁书记工作很忙 下乡了 你有什么事 先对我说说看 我若能办 就没必要再找书记了 黄主任所说的丁书记 就是那个四清时 曾在桃花寨蹲点的工作组组长丁桂霜 由于他在下面抓革命促生产 揪出了暗藏多年的美女蛇 工作出色 从桃花寨回来后 已经升为公社书记了 香雪说 我们桃花寨有个叫陈香雪的女人 她不是坏分子 她有天大的冤屈 不信你们下去问问 她的丈夫刘老八老是芭蕉 她是被逼无奈 被地主强迫当了几天小老婆 她是受土匪遭见的女人 她没有通匪 她不该戴五类分子帽 请长官去问个清楚明白 给她改过来 把帽子取了 长官你高抬贵手 可怜一下她吧 说着 香雪跪在地上 黄主任忙把她扶起来 说 大娘 咱们这是新社会 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 不兴这一套 您说的是 我们需要调查核实 如果您说的话属实 我们一定会给她改正 那这事你能办吗 我能办 但不需要您这样行大礼 黄主任说吧 转身从身后一个大丸件柜里 找出一个册子 在上面找了一阵说 大娘 您说的那个陈香雪 桃花寨地赴返幻又名册上 根本就没有这个人 什么 没有她的名 香雪有点不相信黄主任的话 陈香雪 黄主任又在名册上 仔细寻找了一遍 肯定的说 真的没有 这说明她从来就是本质好的贫下中农 压根就是好人 这下您放心了吧 陈香雪不是坏分子 干部 我求求你 你能不能在开会 开很多人的会上 将你刚才的话讲一讲 说桃花寨的陈香雪 坏分子的名册上 原本就没有她的名 她压根就是贫下中农 不是坏分子 你可怜可怜她吧 干部她一辈子太冤 太不容易了 她什么都不想 就想恢复名誉 前年批判她 说她是坏人时 就是在有很多人的大会上说的 能 我们会那样做的 黄主任答道 这时 香雪的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心里暗暗说 刘老八的媳妇 你总算熬出头了 总算见到天日了 香雪激动的 坐在公社阁委会门前 不知哭了多久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到她跟前 那人不知何故 先抹了一把自己的眼泪 劝香雪道 大娘 您别伤心了 过去那是非常时期 怪我们思想过左 犯了一些错误 请您老人家多多原谅 我们会还您一个公道的 您别哭坏了身子 香雪感觉这声音很耳熟 擦把泪一看 才认出是丁桂霜 丁桂霜下香刚刚回来 还一副风尘仆仆的样子 而她也是认得香雪的 香雪不哭了 想想起什么事的 在身上摸了一阵 终于摸出一个 土不缝制的小布袋 上面有根长线 将她与香雪的衣襟相连 她在小布袋里掏了一阵 先掏出一把翡翠玉长命锁 接着又掏出来三根金条 丁桂霜感觉眼熟的同时 不由得心惊肉跳了 只听香雪说 这是一个叫王春花的女人 当初让我转给你的 她说她是你的生母 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 才将你送到丁家铺的 可怜天下父母心 不管怎样 她心里总是割舍不下你 曾去丁家铺见过你一面 可你不认她 后来她托付我 将这长命锁和金条转给你 也算作为母亲的爱心 在桃花寨时 我几次都想当面给你 可那时形势太复杂 我怕影响你的大好前程 没敢拿出来 眼下 我的时间不多了 再也不能等了 你生母那年逃到桃花寨 在我家躲过一劫 第二天清早就走了 现在有可能不在人世了 丁桂霜接过金条和长命锁 哽咽着说 大娘 您 后半节话全哽在侯馆里 说不出来了 那年 丁桂霜在桃花寨揪出了 香雪这条美女蛇 自己因此升官了 而她身败名裂 家破人亡 后来有人给她讲了香雪的故事 丁桂霜的心彻底崩溃 当时就流泪了 再后来 她亲手江辰香雪的名字 从地赋反坏右的名册上拿了下来 此刻 眼望着香雪一拐一拐远去的背影 丁桂霜的眼眶里又沁满了泪水 1969年 文化大革命正处于高潮 党的九大照开了 公社阁委会在张家吉传达九大会议精神 许四爷作为老党员桃花寨大队副书记 去公社领会九大精神 很晚才散会 张家吉与桃花寨相隔二十多里路 许四爷紧走慢赶回到家时 天已全黑了 家人早已吃过晚饭 许四奶奶正在洗碗刷锅 见风尘仆仆的许四爷总算回来了 埋怨道 你还知道有家呀 我还担心你让狼叼跑了里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你看 咱家来客了 是专找你的 我问他有什么事他又不说 这时 许四爷才发现 灯影后有一个陌生的女人 就着灯光 他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她 一边仔细打亮 一边在脑海里搜索着记忆 当想起往事 分清那副眉眼时 许四爷不由得大惊失色 狼真的来了 他不禁面如土色 结结巴巴地说 你 是你 王 王春花 是我 谢天谢地 你还能想起我 那女人愁眉苦脸 礼貌地站起身 勉强笑了一下 许四爷惊道 你怎么 你怎么这会儿来了 王春花忧心忡忡地说 我什么都没有了 连朝前走的路都找不到了 是来逃难的 许四爷已经成了惊弓之鸟 只感觉这女人是夜猫子进宅 来着不善 于是他斩钉截铁地说 无论你有什么灾 什么难都与我没有干系 你不能在我这里躲难 王春花说 我虽然做过很多坏事 可我对桃花寨曾网开一面 桃花寨也曾有一个人 对我网开一面 这可能就是人们说的缘分吧 在举目无亲的时候 我想起了桃花寨 那年 我收兵走人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一直认为你是条汉子 我也说过 希望我们再见面时 不是仇人是朋友 谁与你是朋友 我可没那胆 许四爷赶紧防范 我们仅仅是朋友吗 王春花的语气很无奈 那些是只能心知 不可口明 看来王春花真的急了 那口气已经将许四爷抵到了悬崖边 他不能不慌 不由分说的把他拉到门外 避开许四奶奶说 王春花 你疯了吧 疯了也千万不能乱咬人啊 算我求你了好吗 如今这形式 没事也能给你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帽子 更别说我俩还真有说不清楚的事 你就行行好吧 你也看见了 我有妻子儿女 又是革命干部之家 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我家 不是故意给我惹麻烦吗 王春花没有反抗 随着许四爷往外走 走到无人的地方才说话 你这拉我去建官吧 我不怕 他们早已把我的什么牢底都翻了个遍 给我扣上了五类分子帽 天天大会批 小会斗 那样整笔挨杀都难受 我什么都不在乎了 我是担心你 见了官你怎么说 现在只有我俩的那点儿私事 还没有第三人知道 你能说我俩曾上过床 说我曾上过你四块大洋 许四爷一听 吓懵了 惶惶不安地停下了脚步 王春花说 我不会害你的 我已是准备去死的人了 可我有满腹的冤枉对谁说啊 所以今天我突然想起了你 你当年能为大家挺身而出 多英雄啊 多少年了 我是多么想见到你啊 想不到你如今也是胆小如鼠了 既然这样 那我就走了 我决心已定 不会再拖累任何人 说吧 他正拖许四爷的手 快步往寨门外走去 许四爷终于松了口气 知道王春花到如今 还不是乱咬人的疯狗 他原本就没打算讹诈自己 也说明他还没有撒手抛弃 当初与他的那一点点而勤奋 望着王春花孤零零的身影 许四爷心头产生了怜悯 有些于心不忍 忙上去拉住他 说 要不这样 我带你找个人家先住一宿 一个单身女人 你俩在一起也好说说话 王春花此时最期望的就是 有个人与他说说话 有个人听他道一道 满肚子的苦水 在路上 王春花又告诉许四爷 一个天大的秘密 他说 有个事儿不好说也不好听 我原本打算 将他永远烂在肚子里的 我没有日子了 看你对我还没有斩尽杀绝之心 这会儿顺便将这件事告诉你也好 你知道吗 你那次与我相好后我怀孕了 什么 许四爷明显有些急 你 你 你 不会吧 那么巧 王春花平静地说 看吧 你急的 我又没有讹你 真的 我记得清清楚楚 那些日子 温华算在外面有女人 几个月都没有碰我 我又气又无比寂寞 要不是忍耐不住 也不会主动找你了 没过多久 我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 那个孩子 许四爷越来越语无伦次 王春花说 后来生了个儿子 我只能说是温华算的 让人把他送到丁家铺丢了 许四爷大瞪一双眼 长舒一口气 他不敢过戏打听 王春花没有说他们的儿子叫丁贵霜 给许四爷心里永远留下了一个谜 两人默默地走着 很快 许四爷带着王春花来到了香雪家 他对王春花说 这是我姐家 在向香雪介绍王春花时 他又说 这是我一个远房的表姐 香雪第一眼就认出了王春花 他大惊失色 想说什么 却大张着嘴 一句话也没有说出口 等许四爷又交代一句什么话出去后 香雪这才回过神来 问道 王春花 怎么是你 你 你还没有死 王春花伤感地摇摇头说 我的罪还没有受到头 老天他不肯饶恕我 偏要把我留在这世上 天天惩罚我 一天也不让我消停 我无路了 香雪也随他气不成声起来 两人哭了好一阵 香雪才告诉王春花 说他已将偿命索合金条 都亲手交给丁桂霜了 他没有细说有关过程 和丁桂霜对他的种种行为 因为那些事太纠缠人心了 好在王春花对那些事 已经漠不关心了 他说 多谢你那次帮我逃过一劫 从你家逃走后 我把枪扔了 下决心洗心革面 重做一回人 那伤天害理的是干多了 将来没法向阎王爷交代 那天 我朝山里走了一夜又一天的路 后来在东山隐姓埋名 马马虎虎找了个人家 嫁了个老老实实的庄稼汉子 你又嫁人了 香雪问 王春花说 不嫁人我身归何处 嫁人后 我与人为善 耕田种地 自食其力 阶级参加合作社 人民公社 也真过了几年安安稳稳的日子 还生有一个女儿 香雪说 有安稳日子你就好好过 还到处折腾什么 王春花说 在这次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 红卫兵又把我的臭根烂底 全清查出来了 他们打我 逗我把我吊在乌梁上 还戴高帽 架飞机 话别胡脸 压我游街 给我扣个坏分子帽子 让我老老实实 不准乱说乱动 没想到我那女儿也被牵连了 她本来是无辜的 可因为我这个娘 她走出去孩子们 骂她小土匪 大人们说她是土匪种 肥崽子 在学校 她是五类分子子女 被列入另类 在老师同学们面前也抬不起头 她在外面受委屈 不敢出口大气 实在忍受不了 就回来对我撒泼 说我是没心甘的土匪婆 不配做她的母亲 骂我是狼心狗肺 是祸害人的扫把心 天天撵我滚 咒我死 我现在真的走投无路了 香雪说 走投无路并不可怕 最可怕的是明知无路 还必须朝前迈步 每一步都比赴死更难 你怎么和我想的一样 真该谢谢你这个大妹子了 没想到 世上还有一个知我心的人 若不是遇见大妹子 我天大的冤枉只有天之道了 王春花暂时停止了哭泣 流露出无限感激之情 香雪说 要说冤 我比你更冤 这些年我比你更艰难呀 于是 香雪讲起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 王春花听得泪如泉涌 香雪更是嚎啕大哭 其实 王春花的苦难 也是香雪的切肤之痛 她的不光彩历时 已经让她失去了儿子 而她将来还要去面对孙子和后人 有了自己这个桑门心 她们能在人前抬起头来吗 她不敢再往下想了 王春花还在喋喋不休 这些天我突然开始怕黑夜 每次无边的黑夜来临 我都在黑暗中看那天边的寒星 有时与他们对视到天明 我相信星星就是老天看我的眼睛 一支支都是冰冷的 在窥视我 审判我 其实 我早就想离开这个世界了 之所以没有离开 是因为我还有一件事没有完成 还有一件什么事 这么重要 香雪问 王春花说 我虽然做了很多坏事 但我也有满腹的冤枉 得将冤枉说给别人听 哪怕只一个人也行 如今 我终于找到了你 你是唯一一个愿意听我诉苦的人 这一次 我终于死而污汗了 而王春花说的 何尝不是香雪想说的 这时 只听王春花痛心疾首地喊着说 大妹子 你说 咱做女人怎么就这么难 我丧尽天良做坏事是死路一条 你与人为善做好事 为啥也是死路一条 如今 咱们啥也不做了 怎么还是死路一条 为什么 苍天不公呀 香雪也哭了 哭声虽不大 可泪水比王春花得多 因为这也是困扰在他心头的难题 他和王春花 是同病相怜的女人啊 哭了一阵 香雪止了泪 常叹着说 这个世界真的太不公平了 没有一个地方 容得下我们两颗疲惫而冰冷的心 这一事不属于我们 人们都说有来事 不管人家信不信 反正我相信 咱今生把该遭的罪都受完了 来事就没有罪了 就轮到咱们好好享福了 来事享福 王春花想了想 叹口气说 我这一辈子还不知什么是幸福 但愿有来事 这样我就不是破血了 也不会遭人活埋了 肯定不会再当土匪了 再也不会有人骂我土匪婆了 生个儿子也在不用送人了 我女儿也不是土匪种了 她自然会和其他孩子一样天真活泼 无忧无虑 每天放学回家 甜甜地叫着妈妈 张开两臂扑进我的怀抱 我爱她 她爱我 王春花渴望的那点儿幸福指数 其实十分简单 香雪也一样 虽然如此简单 可对于他俩来说 确实痴心妄想 香雪说 这一是我们没有什么可想的了 想来想去 我们的明天只有来事 来事好 快点儿转世 越快越好 王春花似乎有点儿迫不及待了 我已经打算好了 只在这个世界上待着最后一天 明天就去解脱 那 那你 打算怎么个解脱法 香雪一点儿也不惊讶 只是不解地看着她 又像是一个人 在向另一个人讨什么经验 王春花擦把泪 坚定地说 人活百岁也是死 哪里的黄土都埋人 晚一天不如早一天 我和苦多磨日月 折磨自己还害苦别人 死人的方法那么多 我过去为啥想不开呢 报应 是老天给的报应啊 香雪本想劝说王春花两句 后来一想 自己和王春花想的不是一样吗 实际上 她也一直认为 此时自己最好的去处 最好的解脱 自己不也天天在盼着 早点儿解脱吗 香雪最终没有将她改嫁的儿媳 是王春花弃女的事告诉王春花 她太累了 不想再目睹王春花发疯 目前 他们急需解脱 因为死才是最美的结局 王春花和上次一样 也是不等天亮就从香雪家走了 上午 桃花寨后的莲花堂里 浮起了一具女尸 徐四爷认出她是王春花 人们猜想 说桃花寨人打死了 她的丈夫温华算 王春花曾对桃花寨网开一面 她赖上桃花寨了 不仅把枪扔在桃花寨 还死在桃花寨 估计她是想最后 与温华算魂归一处 后来 许四爷派人 拒了一棵木子树 说做口白棺材 把王春花与温华算埋在一起 成全她俩 人们正在忙活 有人发现莲花堂里 又浮起了一具女尸 竟是香雪 人们将香雪从水里捞上岸石 发现她那胀鼓鼓的湿衣服里 塞满了肥皂和洗衣粉 在场的人都哭了 说八奶奶可是一生都在幻想着 要彻底洗刷自己啊 可这些肥皂 洗衣粉 和莲花堂里的水能管用吗 许四爷派赵富贵 速去柳平平家报丧 并特别交代 不要说她娘死了 就说八奶奶病重 我知道 赵富贵答应一声火速去了 在场的众人脸对脸的 排在香雪尸体两边 伸手合力形成了一副人掌担架 抬起香雪朝回走 大家沉默无声 轻手轻叫 行动十分缓慢 就像抬着的香雪睡着了 谁也不忍心惊醒她的好梦一样 据说死在外边的魂魄一般都找不到归途 除非其亲人为之招魂 才能寻着那熟悉的声音归来 许四奶奶和村里一个叫花儿的媳妇 带领一群老太太 开始为香雪招魂了 他们从莲花堂一路点火指 一边往回走 许四奶奶走在最前面 她将一个罗面的筛子照在自己头上 没走两步就回头喊两声 老姐姐回家了 老姐姐回家了 众老太太也跟着喊 八奶奶回家了 八奶奶回家了 这可是典型的封建迷信啊 可掏花债的人没有谁感觉到不妥 唯有正在这里助队包点的工作队干部 齐鸿江眼里揉不下沙子 便出面干涉 当许四奶奶正边走边为香雪招魂时 齐鸿江堵住了她的去路 大家还没有回过神 又被齐鸿江的吼声吓了一跳 搞什么鬼名堂 光天化日之下 公然上演封建迷信的鬼把戏 哎哟 我的齐大主任 谁惹你生这么大气呀 花儿剑情境不妙 忙走上前与齐鸿江搭上了枪 你这么大一个干部 革命的闯将 天天与天斗其乐无穷 余地斗其乐无穷 与人斗其乐无穷 这会儿来与几个老娘们斗 不怕人们笑你婆婆嘴 娘娘掉 只会鸡毛蒜皮 胸无大志呀 她的腔调不仅妖力妖气 手还特不老实 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在齐鸿江的肩上滑了一下 还将一个突凹有致的身子 连连朝她身上碰 警惕 齐鸿江的自我防范意识 还是很强的 这种女人一看就不是省油的灯 花儿年轻漂亮 风骚泼辣 是有名的鬼不禅 齐鸿江早就知道 桃花债上一任工作队干部老万 就是被这个女人给算计倒的 就在齐鸿江下意识的一侧身 想躲过花儿的一瞬间 招魂队伍突然加快步伐 迅速跑了过去 齐鸿江还看见 许四奶奶挑衅式的回身 将罗面筛子拍了拍 对着她喊了一声 老姐姐回家了 齐鸿江气得怒目圆睁 心里说 真是忘乎所以 太猖狂了 可你们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 看我明天怎么收拾你们 招魂队伍来到香雪家时 她的女儿柳萍萍已经赶回来了 全村的男女老少都纷纷拥在香雪屋里 由于人多屋子小 后来的人只能站在院子里 屋里屋外哭声一片 许四爷告诉柳萍萍 娘是咱桃花寨的大安人 胜过再生父母 如今她升天了 终于解脱了 咱桃花寨人都是她的孝子 说到这里 许四爷扯起衣巾 开去脸上的嘞 走到门外 站在门槛的高处大声说 大伙别哭了 亡人应入土为安 咱这里的规矩是 人死大家丧 我们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为八奶奶办后事吧 乡下半丧葬事 亦有很多规矩 这些老规矩属于四旧之列 早就不允许了 此时 齐鸿江正好不在 桃花寨人认为 像香雪这样的人 必须按照老规矩行事 于是他们就肆无忌惮了 男人们忙着将亡人家变白 屋里的门窗 墙壁及家具等物件 凡是红色的 一律搬开或用白纸蒙上 大门上贴两张宽二纸的白纸条 做复告 然后再贴上衣服白纸对联 歌费了额忽感中天申报恨 本联包许美思之户永贤情 入恋有大恋和小恋之分 小恋是指为死者换上衣服 大恋是指收尸入关 民间俗称为归大物 接下来 江香雪安葬在哪里 又成了全村人议论的焦点 许四爷问柳萍萍 你娘过去有没有什么交代 听许四爷这么一问 柳萍萍突然想起 母亲那次生病时 曾交代过她的几句话 便对许四爷说 我娘曾说过 说她喜欢水 要我们把它埋在沙河滴上 什么 许四爷经不住放声大哭了 那历经沧桑的悲嚎 包含了让人无法言表的内涵 让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许四爷带着哭腔说 你娘是在作见自己啊 她一生都这样 将别人看得高贵 却把自己看得低贱 她越这样 乡亲们就越感觉对她有愧 她这样等于是在 用刀弯大火的心啊 柳萍萍说 不管怎样说 那也是我娘的遗愿 就医了她吧 不行 许四爷忽然变了口气 河滴是掩埋死猪死狗的地方 如果把她埋在那里 我们这些桃花寨人就是死了 阎王爷也会把我们的良心 弯曲喂狗 可我娘还说 她 她是不能进祖坟的 柳萍萍有些犹豫 这时 许四爷力所地擦把眼泪 理直气壮地说 这是我们这些老兄弟做主了 上仙人床 仙人床 柳萍萍一下没有了主张 对 仙人床 上仙人床 就这样定了 她是最有资格埋在仙人床的人 虽然是七嘴八舌 争先恐后 但大家都说的肯定而干脆 几乎是共同的声音 仙人床是何等之地 顾名思义 仙人床自然是仙人睡觉的地方 这片仙人睡觉的风水之地 在桃花寨对面的凤凰岩上 风水的坐北朝南 被靠从凤凰山 沿面而出的一道小山梁 山梁的尽头分了两道岔 使突出的山举乘三字形 形似一只翱翔的凤凰 所以得名凤凰岩 仙人床就在三字中间的尖点上 尖点正好在左右两道山梁的护卫中 风水学称这样的地貌为凤凰地 凤凰岩面朝通达去县城省城的公路 公路外还盘绕着一条清水河 这又应了风水学卧身林子网 面大陆加发 水为印台和为玉带之说 那里苍松翠百鸟与花香 特别是凤凰岩周边的石凤梨 长满了印山红 每当春风吹过 印山红争齐斗岩 整个凤凰岩山花烂漫 如同烧红的半边天 凤凰岩是很多风水先生公认的宝地 历代桃花寨人 只有有权有势 能光宗耀祖的绅士爷们 才有资格安葬在那里 被视为桃花寨的圣地 柳萍萍想了想说 四爷 仙人床虽然好 但我娘毕竟是一个女人 埋在那里怕坏了咱们祖上的规矩 许四爷打断柳萍萍的话 有什么不合适的 你知道你娘是谁 她在大火星里 是能给万物生命的星日 是桃花寨人的再生父母 当年如果不是她 我们一寨子的人头早就落地了 哪里还有如今的桃花寨人 有些事 那是天逼人患 没办法呀 大炼后第三日 该出病了 台众上山前要举行 盖棺封钉仪式 有人拿掉亡人的蒙连纸 解开叛麻绳 有儿孙的亡人 还必须用儿媳的头发 缠绕官丁 头发随丁定入官盖 这叫做晚丁或封丁 已是前人前后人 后继有人 代代相连不断代 香血虽有子孙 但其儿媳已经改嫁 如今又不在现场 用谁的头发 柳萍萍说 捡我的吧 许四爷说 不行啊 嫁出的姑娘 泼出门的水 捡别人家的都成 就是不能捡自家姑娘的 花儿虽然是鬼不馋 但心眼不坏 自告奋勇地说 用我的吧 我们都应该是 八奶奶的后人 许四爷想了想 认为可以 就让柳萍萍去找剪刀 剪刀刚拿来 只见香血已经改嫁的媳妇 抹着眼泪跑进灵堂 她接过剪刀 一把剪下一束自己的头发 递给许四爷 哭着埋怨说 四爷 您是明白人 我虽然改嫁 但她还是我的婆婆 还是我儿子的奶奶 为啥不给我去个信 许四爷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安安媳妇说 我去公社办事 刚才在路上碰见了那年 在咱这儿住队的丁桂霜 要不然我连婆婆这最后一面 都见不到了 许四爷没好气地说 那畜生还有脸提起八奶奶 想想她对八奶奶做的那些缺德事 真该天打五雷红 安安媳妇说 我发现她现在也有些后悔了 要我快点回来的同时 她也在边说边抹泪 说到这里 安安媳妇突然嚎啕大哭起来 娘 我永远的亲娘 您疼我爱我 是我的救命恩人 那年要不是您给了我一件棉袍 我早就冻死了 安安媳妇悔恨交加 隶属着婆婆对她的种种好处 悲痛欲绝 见此情景 大家才最终原谅了 她对香雪的离弃 在那个高压时代 夫妻 父子都可以随时反目啊 封兵仪式结束 全村人都自觉地来为香雪送行 大家手持红白纸包裹 马杆制成的枯桑棒 穿戴着笑衣笑帽 鞋面上蒙麻布 腰中扎一条反挫成的稻草绳 就这样 白色的送葬队伍浩浩荡荡 拉了几里路长 许四爷走在最前面 边走边给香雪丢买路前 途中 他突然发现那个身穿笑衣 头顶拉欠的白布 背靠棺材头走路的人是丁桂霜 这可是孝子 伟王人拉欠引路的重要位置啊 许四爷以为自己老眼昏花看错了 便来到近前想看个究竟 此时 丁桂霜正在给台中的人磕头 这是乡间的丧葬习俗 出遍路上 每次放下棺材休息时 孝子必须给八个台中的人 每人磕头行李 那时台中的人还变着法而玩弄孝子 故意将棺材停在泥巴坑或乱石堆上 以使孝子多吃苦多受罪 要不然就没有孝子头 算狗求之说了 丁桂霜怎么甘心低下他那棺头来算狗求呢 怎么甘心在这个时候充当香雪的孝子呢 这是怎么了 不仅许四爷惊恶 其他人一路上也在心里敲小鼓 这是谁也想不到 也不敢相信的事啊 三天后举行原坟仪式 之后是稍午期 就在这期间 更蹊跷的是如故事开头一样 一幕幕上演了 不知水顶风冒险 为香雪立起了一块简陋的真结碑 积极分子来服去挖碑 走到途中脚被竹茶扎伤 赵富贵说好了要去挖碑 一家人突然中毒 工作队干部齐鸿江 再次组织民兵去挖岛真结碑 当天被革职 深秋时节 应山洪再次开放 香雪渐渐成神 而且越来越神了 转眼间 四十年过去了 这时 又一个奇事 在香雪的墓地上发生了 那天是香雪的忌日 来服带着正在读大雪的儿子 来为香雪上坟烧纸 一路上碰见很多 从香雪坟上回来的人 有柳安安的儿子 许四爷的孙子等 来服来到凤凰岩 看见赵富贵还在香雪坟前 烧纸磕头 来服与儿子刚把纸钱点上 就看见一辆货车 一辆轿车直朝这边开过来 八奶奶没有这么阔绰的亲戚啊 就在来服一愣神功夫 两辆车已停在坟前 紧接着 从货车上风风火火的 跳下来一帮人 手拿铁高铁锹 直奔香雪的针洁杯 不由分说举手就挖 不许挖 赵富贵见此情境 大吼一声上前阻止 来服也跟着挺身遮挡 叫道 无法无天了 谁让你们挖的 告诉你们 这杯谁挖谁倒霉 那些人好像不想与他俩纠缠 求救式的眼神望向那辆轿车 这时 一个四十来岁的白胖汉子 从车里走出来 白胖汉子微笑着朝来服一招手 答道 有什么话跟我说 是我让他们挖的 来服说 你是谁 这时被与你有何相干 你为什么要挖 白胖汉子说 我姓丁 是受家中老夫之托 来为这位仙长更换贞结杯的 更换贞结杯 来服四信非信 对 原来的这块太小 太寒酸了 这次我带来了一块高大的 说着 白胖汉子朝货车一指 你看 货车里果然躺着一块光滑如意 高大气派的白色大理石石杯 还有杯帽 杯柱 杯座 外带白沙和水泥 来服的儿子 悄悄告诉赵富贵和来服 这个姓丁的人 我在乡镇读中学时见过 都说他祖阴丰厚 很有钱 听说紧紧祖传的那一把翡翠玉偿命索 就卖了四十多万 据说仙辈还给他留下了几根金条 这几年 他用那些本钱开发房地产 赚了很多钱 那些人还在忙活 赵富贵 来服一心想弄的究竟 便凑到白胖汉子跟前套进骨 白胖汉子很随便地扔给他们一人一支烟 他们也不知是什么牌子 感觉很高档 赵富贵点上烟 来服没有利己点 他问那个白胖汉子 听你刚才说 你这受父亲之托来更换贞结碑 那 那你父亲是谁 他与这人非亲非故 也不是咱们村的人 为啥愿意自己出钱出力 为这仙人换真结碑 白胖汉子点上手里的烟 深吸一口 边放烟雾边说 我父亲叫丁贵霜 当过公社书记 66年在这个村包点驻过队 赵富贵来服听了连连点头 赵富贵说 原来你是丁主任的儿子呀 丁主任当年是在我们村驻过队 我们都认识 他现在还好吧 丁贵霜的儿子说 他已退休多年 现在能说不能动了 天天抱着要罐子 老与大夫打交道 赵富贵说 也是 连我都老了 他还大我十岁呢 丁贵霜的儿子说 父亲曾多次对我说过 八奶奶是他一生最大的心痛 这真结碑是他最大的心病 若不更换 他一身的病永远难遇 就是死也不能瞑目 我由于生意太忙 所以一直拖到今天才来 原来是这样 赵富贵来服同时呼出 憋了许久的一口气 丁贵霜的儿子进一步解释 当年的那块真结碑 是家父良知醒悟后 一个人偷偷树立起来的 由于正在风口上 他顶风冒险 勉强竖起了那块简陋的真结碑 当时也是属无奈 所以为八奶奶更换真结碑 是我父亲一生最大的心愿 哦 赵富贵来服终于完全明白过来 此时 九真结碑已经被挖到 再看新真结碑 高大气派 左右有龙凤柱子靶边 上有天门盖头护顶 石碑上依然写着真结两个大字 左边还可有真结女子陈香雪之木一行小字 以及香雪的生族年月日 右边落款不但有香雪后人 而且还有信义中人丁桂双立字样 整个碑面花纹精美 字体归正 张法极佳 丁桂双的儿子告诉他们 这次是他花大价钱 请权是最有名的书法家主笔的 在此之前 人们早已掀开了当年的很多谜底 来福的脚被竹茶扎伤 是许四爷为了保护真结碑 悄悄地在碑四周定了竹桩 赵富贵的父亲眼见儿子受齐鸿江的蛊惑 要去挖碑 认为那样做事十恶不赦 伤天害理 无奈中自己从山上捡回独山军 故意使一家人突然中毒 自导自演了一场苦肉计 此时 赵富贵来福又从丁桂双的儿子口中得知 那年工作对干部齐鸿江被革职 也是丁桂双有意为之 他见齐鸿江产除真结碑的决心很大 担心他在这里时间长了 真结碑定是凶多吉少 便暗中指使人在公社贴了他的大字报 而关于应山红在秋季再次开放 植物学家的权威解释是 树木二次开花不但在应山红上时有发生 其他树木特别是果树更常见 原因是在特殊年景里 由于干旱 虫害 营养不良等 树叶会过早脱落 而没有叶子的枝条 在遇到适宜的温度 就会因错觉产生连锁反应而发生萌动 花儿也就在萌动中错季节开放了 实属植物类中一种十分平常的病态现象 并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 什么是神 众心所向就是神 因为桃花寨人都希望香雪是神 在全村人心目中 香雪本来就是神 那么他就变成图腾了 成了受人崇敬的神 眼下 哪些人还在忙碌 丁桂双的儿子问赵富贵 你们村是不是有个叫许寺的老队长 赵富贵说 他早死了 丁桂双的儿子说 我知道 我是想问一下他的墓在哪里 赵富贵手指不远处的一个山嘴说 在那儿 有墓碑 我去给他烧点儿子钱 说着 丁桂双的儿子 提了一捆纸钱和一挂鞭炮 给许寺爷上坟去了 对此 来福甚是不解 问赵富贵 他为啥给许寺爷烧纸钱 与他有什么干系 赵富贵也一头雾水 说 不知道 赵富贵与来福 虽然都想将这件事弄得清楚 但他们与丁桂双的儿子 毕竟是初次见面 感觉难以启齿 当丁桂双的儿子 从许寺爷坟上回来时 新贞杰备已经端端正正的 树立在香雪坟前 丁桂双的儿子又指挥那些人 将货车上大捆的铭币与金条元宝 以及龙房 大马 轿车 各种家电 司机 仆人等领悟合起来堆在杯前 顿时 熊熊大火映红了人面和石碑 同时也映红了粉种 及四周的山崖和树木 碑立好了 那些人还在清理用具 又见来了位年近七旬的老太太 赵富贵来福认出她是安安媳妇 四十年了 每年香雪的忌日 她都准时来烧纸磕头 风雨无阻 安安媳妇还是老传统 以心一意 不和任何人搭言 静止来到坟前 点香烧纸 丁桂霜的儿子不认识安安媳妇 好奇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 当她的目光无意间扫到她手上时 她一下子惊呆了 原来 她的右手大拇指分了叉 是个六指 而父亲要她找了多年的姑妈 也是这样一个人呢 前年 她还在报纸电视上刊登过寻人广告 原来在文革中 丁桂霜的父亲丁高生在丁家谱 曾收到过一封没有来信人地址的信 信上说明了写信人 是曾当过女土匪的王春花 丁桂霜是王春花所生 她为丢弃的儿子留有一笔财富 将来会有人交给她 信上还说 丁桂霜不是土匪温华算的儿子 其亲生父亲是桃花寨的许次 丁桂霜还有个姐姐 一出生就被弃在路边 后来听说 被一个讨饭的老婆婆收养了 有人见他们在渡家台一带讨过饭 她的右手大拇指分了叉 是个六指 只因当时形势紧张 丁高生又不想让捡来的儿子 对他的身世知道太多 因此一直没有告诉他 好在丁桂霜十分孝顺 对丁高生尽了养老送中之义务 丁高生十分感激 临终时将那封信交给了儿子 丁桂霜人老思亲 老想找到那个姐姐 所以才叫儿子去报社 和电视台发布寻人启示 此时 丁桂霜的儿子 没有打断安安媳妇 规规矩矩的上坟一事 等他烧完纸磕完头 他才上前突然叫了声姑妈 说 您是我姑妈 亲姑妈 我父亲的亲姐姐 你是谁 安安媳妇莫名其妙 我怎么成你姑妈了 丁桂霜的儿子说 说来话长 您就别急着问了 快上车吧 等见了我父亲 您就知道了 他会将一切都告诉您的 安安媳妇仍是一脸惊诧 丁桂霜的儿子连掺带托 将他塞进轿车 一溜烟地离开了 此后 这座真结碑虽然日渐被荒草引没 不断遭到风雨侵蚀 但他已牢牢地屹立在人们心里 推不倒抹不去 成了一个不灭的符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